辛苦的农民朋友带来的这个黑夜荔枝 市长胡志强先生大卖场 办一起推销员 将眼前的荔枝分送给路过民众 台中目前正逢荔枝的社产期 市府为了推广在地农特产品 在21号这天 特别和知名连锁卖场合作 举办荔枝的上市发表会 我们这个荔枝 老实话 黑夜荔枝是主要的产品 这个主要的产品 其实肉也非常多 每一粒都比别人大 里面的果汁也很多 为了增加农民收益 市府今年将太平的荔枝 作为外销主力 这与本土市场 则是由大理的荔枝进行抢工 这一次在卖场合作 以每盒一公斤的包装来做促销 为了刺激买气 现场来开放前30分钟 买一送一的优惠 信消费者疯狂想购 现在可以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带我们前面这边来选购 买一和收一 只有这个是一个抛砖领域 让大家先来试这个藏鲜 三期是二十多天而已 还有差不多十多天就五废了 这星期是最大的生产期 希望大家可以来 买两只送朋友在这里 黑玉荔枝非常新鲜 我们这个荔枝是早上才采的 早上才采的 下午就到市场来 所以它是当天 所采的荔枝来 非常新鲜 所以口感非常好 强调上午采收 下午就可以马上供货 也让消费者品尝到最新鲜的 在地好滋味 目前黑夜荔枝的产期 剩下不到半个月 民众想要尝鲜 动作磕得要快 记者洪嘉宏等着车了 还有这个黑夜荔枝 好